10月20日 有知名媒体爆料称 演员巩俐正式申请退出外国籍 改回中国籍 引起网友热议 除此之外 另一个娱乐媒体也同样对此事发声 并对巩俐的态度表示赞赏 消息一出 网友争议不断 不少人对巩俐的做法表示质疑 认为她是为了赚钱 才选择改回中国籍 不过大部分人都在欢迎她的回归 赞赏她的爱国举动 称 现在回头还算明智 不晚 这些 巩俐曾因为前夫选择改换新加坡国籍 面对网友争议也曾坦然地表示 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 她爱自称换国籍 这是个人的一种选择 最近巩俐主演的《蓝星大剧院》 举办了北影节逼幕式放映 巩俐等主创人员到场 巩俐还举着自己的工作证来了一张自拍 可以看到女神凭借颜值完全无惧死亡角度 同时巩俐还表示 这次试验的角色是百年不遇的角色 并表达了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欣赏和敬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敬佩